马来西亚加紧施打疫苗之际 雪兰娥的这处大型接种中心 却拉起封锁线 关闭一天 一开始因为有两人确诊 进行全面筛检 竟然发现400多位工作人员中 有200多人检测阳性 让民众担心的是 这些确诊者大多已经打过疫苗 检验提建接种中心关闭清销 同时换上新一批工作人员 14号重新开放 政府也呼吁7月9号以后 来过这里的民众自我隔离10天 防疫得上紧发条 因为马来西亚13号通报 11000多例确诊 再次创下新高纪录 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马来西亚接种率是东南亚国家 数一数二 25%人口接种完第一剂 无奈Delta变种病毒蔓延 疫情持续高烧 卫生总监表示 疫苗是突破困境的唯一出路 因为接种后就算感染 大多只会轻症或是无症状 不需住院 也就不会造成医疗负担 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